說到桃園的蛋糕 就屬波士頓派特別有名 有知名紅粗外線式的老品牌加勒 還有在地人必推的掃瓢蟲 近期桃園更有紅葉蛋糕插起駐店 到底哪間才是好吃又划算的CP值王者 跟著金針跟金宇一起來看看 真的差很多耶 雖然都是同一個形狀的波士頓派 但是整個感覺起來的質感還是有差 還有厚度也有差 加勒跟紅葉來說 我們買的都是8吋 小瓢蟲我們買的是9吋 稍微大了一點點 高度很明顯有落差 加勒呢 它看起來就是比較薄比較扁 紅葉它稍微算是比較尖一點 小瓢蟲高度明顯跟別人不一樣 超有份量的 加勒的波士頓派是在地排隊名店 可以說沒有桃園人沒吃過的 從蛋糕的口感到奶油的層次 都獲得金針跟金魚的好評 你吃一大口奶油也不會覺得膩的那種 它的奶油是有點微甜的那一種 跟蛋糕混合起來的香味非常的濃 就剛剛好那種 然後蛋糕也不會太乾 因為我是那種平常吃蛋糕 是會把鮮奶油挑掉的人 但是它的奶油我是可以一整口吃的那種 不管你喜不喜歡吃奶油都會愛的一款 它蛋糕本身也是濕潤的 那我們剛吃的這個加勒蛋糕是8吋的 原味然後我們是390元 中規中矩 對不會太貴也不會太便宜 它還有其他口味其實單價就有點偏高 其實我覺得還可以啊真的沒有到很貴 而小瓢蟲的則是比起其他兩間都大顆許多 味道也相當出色 就是蛋糕本身稍微有點乾 但是整個用料跟內餡非常大方 我覺得它的奶油也是OK的耶 我也是可以一整口吃下去的那種 但是我覺得它的蛋糕很明顯的 濕潤度的菜 它的蛋糕吃起來比加勒還要紮實 對 可是就真的是偏乾一點 對啦 要配的奶油一起吃就剛好 它的密度高 所以它就會吃起來比較乾一點 它上面的奶粉也是厚 這好吃的耶 而且以它這個CP值來說完全可以耶 9吋350比加勒還要再便宜 完全可以耶 果然是扛把子 可以耶 紅葉蛋糕的布什頓派 從外觀上就讓金針跟金魚有點錯愕 雖然也是好吃的蛋糕味道上可以比拼 但就金釋度來說不勝利下 它的奶油果然是厲害耶 它的奶油有奶香味 它完全就是牛奶的感覺耶 是生乳捲的那一種 對 但是蛋糕有點偏乾 混合在一起吃是好吃的 我們先把價格撇除掉 它可以跟其他兩家比耶 因為風格不一樣 它是8吋580元 單價來說真的是偏高 蠻多的 我覺得貴到不行 加上我覺得它的外型來說是扣分的 就假如說你要買出去慶生 或是活動什麼的 我就不會聯想到要去買這個蛋糕這樣 它甚至沒有任何的裝飾 糖粉都撒得不行耶 但是確實是好吃啦 甜甜美食總有種獨特的魅力 讓人心情愉悅又能滿足味蕾